悲剧 电影《绝命终结战》 一台满载木头的货车 链条锁突然断掉 导致车上的木头喷飞 砸中后方驾驶 这路上的惊险瞬间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真实生活里 22号早上11点多 一台拖板车载着超长钢条 行驶在桃源归山文化一路上 当时路口号制明明是红灯 驾驶却想利用路口的外侧车道 进行违规回转 但意思没有注意到旁边的机车骑士 加上钢条又过长 导致骑士的头差一点就被扫到 让后方其他人全看傻眼 万一被扫到 真的是非死即伤 真的是太恐怖了 应该也是有法规限制说 不能超过多长 那如果真的有超过的话 那个驾驶人也是要注意 其他用路人的那个生命安全 当时驾驶转弯时 骑士先是头往右偏 最后甚至将机车横躺 整个人逃到旁边安全岛上 而幸好当时货车的车速不快 才没酿成悲剧发生 驾驶事后也赶紧下车 关心起事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第79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 货车装载时 体积有超过长度 非匡式车厢所的容纳者 伸长之长度最多不得超过 车辆全场30% 并在后端悬挂危险标志 警方表示 像这种货车载务超过规定标准 将会开罚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的罚缓 而货车的钢条严重超过车身 幸好当时后方驾驶紧急猛按喇叭提醒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行为朝一九黄世函 桃圆总